UserName吧,我觉得UserName不是很确 不是很正确 把它改一下 那其实 就可以做出来跟那个什么 Database一模一样的结果 不是用Database 那这里的话有哪些重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Insert Database你必须要会用 Seql语法 可是将来如果说你的资料很小量的话 你不 有时候你会觉得 下Seql语法,或者资料会很麻烦的话 你可以做哪些事情,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新增资料这边 那做哪些动作呢 各位可以比对一下 基本上我刚刚的这个画面 比对一下 爱新增做哪些事情 按下它之后的话 基本上 第一个 我先把那个,我有宣布一个全域的变数 就是叫MUM Name吧,就是 它的数字 把它加1就对了 然后呢,再来在Local Storage里面做什么 因为新增实际上就是储存 就是SetItem 里面的话呢,它预设如果是 Lumber里面预设是0 好了,那我加加之后变成1 地标1 地标1里面的话放什么 放 我上面的东西 假如说我上面地标1好了 按下新增之后,它就帮我把 这个资料 存放在Local Storage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并且在底下 显示什么 新增成功的讯息 完了 就这样子 总共三行 原来的 资料固很冗长,有没有一堆啊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Local Storage 三行就 完成了 一个是 累加码,一个是SetItem 那一个是新增成功讯息 就这样子 完成了 OK,那第1个是Insert部分 第2个的话呢,显示所有的资料 这个应该前面讲 如果在Database里面 我们要做什么 做那个下一个SQL语法 其实这个SQL语法对于 资料库不熟悉的同学来说,应该是很大的障碍 不过对于常常用资料库的人,其实说真的没什么 因为常常在查东西 在这里,DbShow这里 DbShow里面,我们做哪些事情呢 就是 我把这个里面,这地方还要传一个transition 去给SQL SQL,里面就是什么 Select 所有的栏位 From什么,这个table 然后后面的话呢 还要再丢给他 我们将来要show出来的相关的这些东西 再跑回圈,把里面的东西抓回来 最后再秀出来 基本上 光这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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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